而且那個項目裡面 他們我們都有提供給衛福部 也有給這個科技部 他們都應該清楚我們那個裡面核准的內容 我們這個所有的分析都是符合這樣子的 民眾是符合的問題 如果本年之後跟這個本年之後 我們讓這個合法來進行 大概整體的積極大概是多少 或者是說 對這個結局 對這個結局的積極性的平均大概是多少 這是一個問題 其他問題是說 我們整合結局 如果看起來是缺整體的以外 抗體陽性率是萬分之八點讚嗎 那很像一般民眾 他可能正關係一般人民 三月交結局的抗體陽性率 那我們研究團隊可不可以用 這個萬分之八點讚的這個結果 去試著對付我們社區的抗體陽性率 如果可以那是為什麼不可以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提到說 我們這個研究結果 有送六位同業專業審查 那四位 其中四位已經就是回覆 給予高度的規定 那因為我剛剛聽 我不曉得 這六位都是國內的專家 還是包括國外的專家 那另兩位是他的回覆還沒有到 還是位於肯定 這是兩種情況 那如果是位於肯定的話 你有優勢嗎 我回答最後一個 就是還在路上 因為大家急著要這個 我覺得這樣也夠了 那國外裡面就是 Berkeley這個教授 然後 國外還有其他教授 我們本來要想 可是大家急著這個 我們就說我們先這樣 那這樣的做法是在美國聯邦政府的 很多的文件跟檔案的這個 這個開放出去之前 都常做的事情 這個跟我們 要不要寫學術論文 這個投稿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說這樣比較完備 那也是國內 應該少數幾次用一個 我還是覺得界定這個是彰化線 很重要的一個官方的文件 我們學術界就是用我們的專業 去幫他分析完以後 然後跟他們共同撰寫 把這些寫得很嚴謹 我像這個檔案 不是只有台灣會用 全世界都會看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精神在做 那兩位就還沒到 我今天 我就說開會前9點多 拿到這個李存錡在麥克爾路 我是很感謝他 因為加州在大火 然後COVID-19又這麼嚴重 然後他學校剛開學 這裡面 每個人對 我想說那個奉獻 就是對台灣的感情 不然沒有人要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請 其他兩個請休息講 我想就是說 這個血腥中和抗體 如果有出現NT 其實我剛才已經解釋 這個就表示說 這個一定是非常確定的 絕對不可能有其他的 包括這個交叉感染這些問題 所以NT是非常確定的事情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您提到的偽陽性力 其實我剛才最後一張 倒數的這個投影片已經告訴大家 即使今天在我們做的這樣的快篩抗體之下 那我們看到的偽陽性力是蠻低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這個是在實驗室 以及這個研究設計上面 因為我們起的事不是一般的族群 我們是剛才所謂的接觸追蹤溯源的這樣的一個族群 所以降低了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偽陽性的這些盈利 那第二個就是說 能不能把這個結果 推估到所謂的這個一般族群 這個在研究上面是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在前面就跟大家講過 我們不可能對台灣所有的族群去做血腥抗體 因為我們的個案非常的少 那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 我們說即使在這種有接觸感染的可能的情況之下 都已經是萬分之八了 對於台灣的一般族群一定會比萬分之八還低 所以這個結論是可以這樣下的 可是我們不能完全講 他幾乎是零 這個是我覺得大家要了解 我們好幾次機會跟大家講 新冠肺炎不管怎麼樣 我們通報跟所謂的潛在的這些不會完全一致 那我們今天的證明就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機率非常非常低到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像台灣的低率這麼低 萬分之八的接觸可能 我再講一次 對於一般族群的會比萬分之八還低 謝謝 那同臺審查的部分 我也一部分再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的文章的審查 送給我們的所謂的審查的這六個 是已經是符合非常嚴格的規定 那很多的文章其實四個就是三分之二以上 就已經達到同臺審查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非常其實我們最concent的都不是大家講的那些問題 最concent就是學術文章要做這樣的公開發表 同臺審查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東西也一併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這樣的時間差 因為我們一直在等這些同臺審查的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同臺審查如何能夠在什麼時候給我們回覆 所以我一直跟媒體在講這個事情 最主要是這樣 那謝謝大家耐心的等候 我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目前所戴的口罩還有沒有必要升級 謝謝 我想 口罩這個東西我留給 第二個問題我留給我們專教會 還有我們指揮中心這個專婦 他們比較專家 我認口罩 我告訴你 因為我從還沒有SARS COVID-19之前 我就戴了這個口罩 因為我這是防止PM2.5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PM2.5的口罩 所以我已經戴習慣 那我因為剛好還有腎 所以我就一直戴PM2.5 這不是N95的口罩 我必須澄清 這是PM2.5 很多節目其實都已經問過我了 那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想今天大概大家還是以國家的疫情為重吧 謝謝 所謂升級是 就是說以目前我們國家所生產的口罩 跟臺灣戴口罩的這個政策 在 3月4月的時候 我就跟美國的專家講過 就是SARS之後 臺灣人養成了戴口罩 家裡儲存口罩的習慣 那那時候我們就跟美國前CDC的這個署長 Tom Friedman 我在同一個節目裡面我跟他講 我們就覺得這是有用的 可是那時候的世界衛生組織跟 美國疾管署的指引裡面都說 一般民眾不需要 那到今天為止 我們戴口罩的這個政策 成為全世界在模仿的 那很多的證據已經告訴我們說 用目前我們 生產的這種口罩這樣的戴法 廣泛的戴 該戴的地方要戴 室內要戴 然後這個交通工具要戴 你想戴的時候再戴 這樣子是夠的 所以指揮中心最近對於某些特定的 室內空間裡面 更強烈的要求 我覺得是對的 那如果大家想戴跟我們陳老師一樣的 更好 所以講話起來就會很喘 那我們可能還好 所以這個是 自己這個肺活量夠的時候 你要這樣也無妨 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們戴的這個口罩 在群體都有戴的時候 保護別人 也保護自己 那就達到我常常跟美國人講的 有一個程度的群體免疫的效果 在沒有疫苗之前 但是這要一定很多人戴 只有少數人戴的時候就是無效 所以 這就是要團結合作的 不戴口罩的要勸他說要多戴這樣 所以請大家記住這個 想要問一下這個現局長 因為現在政風調查已經到了第二階段 那目前的狀況是到哪邊 然後想要問一下 現在因為今天已經開了這個機場會 那是不是會再來對政風調查有所的影響 有關政風調查部分 我們是認為他是一個第三 第三方的一個調查 所以他應該不會受到這個記者會的影響 那就是說我們會等這個第二波完了之後 那再由這個主委官再跟周圍報告後續的一個 決定的一個狀況 謝謝 我想請問研究團隊 因為過去沒有這次的報告這麼精確的數據 那在這個路徑到底是不是要補塞一次 有這個分歧的看法 不少說通過這個研究了 然後你們對政策上建議在這個路徑補塞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新的看法或見解 我們的血清抗體的調查目的 在我今天的報告說明的很清楚 是過去的感染 以及對於台灣免疫力持續疫苗發展的參考 以及對於實驗室未來在做這些抗體的突破 的新的一個做法以及接觸者調查 其實跟我想跟境外移路的政策其實是比較沒有關係 那我想境外移路政策指揮中心已經有多次在我們的媒體上面講 那我想這個就請看專戶要不要回答或者是怎麼樣 那我想我覺得今天這個主題是跟境外移路是沒有關係 好 希望大家都滿意 希望今天的報告 這個 那謝謝大家早上花這麼多時間 跟我們談這麼生硬的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 這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 也關係到我們國家社會 那希望我們的報告有達到澄清的效果 也像今天的天氣一樣 我覺得大家要向前看 然後保持樂觀的 然後小心的心情 往前繼續防疫 還是要講這個不知道多久 那我們也知道好多人都很累了 好幾個月了 那未來還是要持續 那也謝謝你們的關心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的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